Mijini 的 V6 模型終於登場了 這次不只它的理解力更強效果也更好 最重要的是官方有提到說 你之前使用的 Prompt 方式現在也要全部改變囉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一下 官方釋出這個 V6 的使用指南有哪些內容吧 那首先這個部分我想要先講一下 我最近幾次使用下來的感受 第一個就是它真的理解力變強了 你不用再打一大堆的沒有用的 Prompt 來嘗試伸出你想要的東西 例如說以前可能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時間去嘗試 用不同的字 不同的組合之類的 現在我覺得用這個 V6 模型嘗試的時間變短了 就是比較快可以伸出我想要的東西這樣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它的效果是真的變好了 因為大部分會使用 Mijini 就是想要伸成照片感的圖片 那這次 V6 模型伸出來的照片真的非常的逼真 因為真實世界的照片其實是會不完美或者是有缺陷的 然後這次他們有把這個部分容納進來 就是讓你伸成的圖片看起來比較不完美一點 雖然是有缺陷然後看起來才會比較逼真 因為像 Mijini 以前伸成的圖片可能就是太完美了 所以很容易看得出來它是假的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提到說官方他們有提到 如果你想要伸成照片的話要用哪些指令這樣子 我其實原本沒有想要拍這部影片 因為我覺得這個模型跟之前不是都差不多嗎 可是後來我發現官方他們其實是有講說 你 Prompt 的方式其實是要改變的 然後怎麼改變呢我們等一下也會提到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官方 他們這些使用的方式其實都放在 Announcement 如果你看得懂的話其實你也可以直接來這邊看 那第一點要講到最重要的就是要怎樣切換到這個 V6 模型 因為 V6 官方他們其實還是在測試版的階段當中 所以他們不會把它設成預設模式 那如果你想要切換到 V6 的話呢 你就是要到你的聊天室這邊 然後先把 Setting 送出去 然後在 Setting 上面呢 它這邊會有一個選擇欄位讓你去選 V6 那記得你一定要選它才會切換到 V6 不然你正常使用的話它是停留在好像 V5.2 吧 我之前用的時候就忘記切換 結果它就一直在用 V5 生成 超 old 的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使用指南喔 首先第一點它講到的就是現在這個 V6 呢 它支援更精確還有更長的 Prompt 這一點呢就要跟第二點一起講 就是它現在的理解力啊 或者是模型的知識又更強大了 就它更能夠理解你想要畫出怎樣的感覺 再來第三點就是改善了圖片 Prompt 還有 Remix 的能力 那圖片 part 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你直接給它一張圖 然後讓它去把它當成其中一個 Prompt 的素材 例如說把你的自拍送進去啊 或是把一些街景東西送進去 你就可以做出類似的東西這樣子 再來第四點呢 就是它現在具備了 些微能夠畫出文字的能力 就是我們知道 Majority 它之前是沒有辦法 生成任何的文字內容的 現在它就是有一點點這樣寫字的能力喔 然後官方也說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在圖片裡面生成文字的話 你一定要寫在雙引號裡面 而且你的 Style 只要設定在 Raw 或者是比較低的數值 然後它也給了一個例子喔 就是你在 Imagine 裡面呢 你要寫的字就是要把它放在這個框框裡面 就是 Hello World 這樣子 所以之後例如說比較簡單的 什麼生日賀凱 什麼新年賀凱 也許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生存喔 再來下一點呢 就是你的 Upscale 新增了 Sorrow 跟 Creative 兩種模式 這個東西我直接示範 大家比較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是例如說我今天 Prompt 送出去之後呢 不是會生成這四張圖片嗎 那我今天 例如說我很喜歡第一張好了 我就按 U1 它就會給我這個嘛 那我剛才說的這個新功能呢 就是在你按了 U1 之後 這個已經 Upscale 的圖片 它下面還會再出現兩個按鈕 一個是 Subtle 一個是 Creative 那這個是過去沒有的 那下面我直接呈現它 兩個不同的效果是怎樣 首先第一個出現的是 Creative 那 Creative 代表說它更有創意嗎 它可能比原本的修改會更多 例如說它原本這邊是有一點金屬光澤的 那你 Creative 出來之後 它自己就擅自做了這個消光 然後比較打磨的這種感覺的材質 那今天例如說是 Sorrow 的話會變成怎樣呢 Sorrow 的話基本上就跟原本那一張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的可能解析度會比較好這樣 所以大概就是有這樣小小的差別 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不錯的 因為你在 Upscale 之後 你還是可以稍微讓它去做一些微調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很喜歡 還沒有 Upscale 之前的那張圖片 那你就可以透過 Creative 去創造不同的感覺 然後下一點關於 V6 的功能 就是它們已經開放了很多不同的功能 或是參數值 你可以去玩玩看 那這些都是已經開放的 那下面這些是還沒有開放的 因為 V6 現階段還是在一個測試的階段 所以它們並沒有把所有東西都開放出去 像是 Describe 它就是沒有 V6 的版本這樣子 如果你現在要用 Describe 的話 就是它還是用 V5 去偵測的 再來下一點我們講到 V6 它的生成風格 還有 Prompt 特色 第一點就是官方他們有講說 在 V6 下 Prompt 的方式會跟 V5 差非常多 他們還特別強調這個非常多 而且他們也說你要重新學習你下 Prompt 的方式 就是過去我們可能很常會重複使用很長的那種 Prompt 現在就是要打掉重練這樣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第二點我們就要提到 V6 它對 Prompt 的敏感度提高很多 而且你可以省略很多垃圾 Prompt 如果你玩過 Mejo 你應該就知道這裡面真的有超多那種龍眼醉漬的那種感覺 例如說什麼 4K 啊 8K 啊 還是什麼 Photorealistic 然後非常虛幻抽象的詞彙呢 現在都可以省略了 所以也許你過去很常用到的 Prompt 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去檢視一下哪些是多餘的詞彙 你可以把它刪掉之後呢 重新在 V6 裡面跑一次看看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喔 再來下一點呢 就是在 V6 你要明確地指示你想要什麼 雖然 V6 比較沒有那麼有活力 但是它的理解力真的好非常多 所以這個就是官方他們再次強調說你在 V6 下 Prompt 你要比較明確一點 然後再來下一點呢 就要提到如果你想要照片感的話呢 一定要用 Style Raw Style Raw 這個東西你可以在 Settings 裡面調整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 Prompt 後面直接加上去也是OK的 然後再來第二點 如果你想要製造照片感的話呢 你的 Style Light 最好低一點 那低一點是多低呢 明確你它的 Style Light 預設值是 100 那如果高的話是例如說 1000 所以如果你把 Style Light 設定的越低的話 它會越好理解你的內容 也比較容易創造出照片感的圖片 那再來下一點呢 就是官方有警告說這個 V6 目前還是測試版本喔 他們會一直持續的更新這個模型直到最終版本 所以說這個模型它並不是固定的喔 例如說明天他們做什麼更新 裡面深層的圖片又會不一樣這樣 那最後小小的冷知室呢 就是這個模型他們開發了9個月 也就是說從去年他們其實就已經在規劃這個 V6 模型 那他們也說呢 之後也還會有其他的模型出來喔 所以就是非常的期待 那其實每個模型都會有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那因為大眾呢 還是比較想要有真實照片感的那種圖片啦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模型比較多是往真實性發展 可能也是比較貼近我們的生活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突然想到有一個比喻還蠻不錯的 就是現在手機的相機不是越來越強大嗎 但是越強大呢 其實畫面會越銳利 因為說我的皮膚的瑕疵什麼的 在手機上面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那種老相機 什麼Leica的什麼很讚的鏡頭啊 那種十幾二十年的那種鏡頭拍起來的話呢 皮膚就有自然的那種模糊效果 我覺得這個道理呢 放在裡面就是一模一樣的 例如說我們今天去用什麼 V4 V5 去生成不同的圖片 你會覺得它有一種復古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距離好像有它的美感在 那現在的模型呢 就是趨向越來越銳化 然後比較貼近我們的生活那種感覺 比較像真實的世界啦 像現在iPhone的相機也是想要追求真實世界的那種真實感 道理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小小的 V6 模型介紹就差不多到這邊 大家忘記還有怎樣的感想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Bye Bye